你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安格斯 有的老闆 講話真的很傷人 什麼樣星座的人講話最毒 最討人厭 最讓你一把火 今天這個時間 等一下的時間裡 我們會慢慢告訴你 所以要追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收看 對啊 什麼星座 什麼星座的人講話最毒 什麼星座講話最毒 當然有三個星座 我們要不要從第三名開始說起 好 來 哪一個星座的 好 那我們來問說 什麼樣的老闆最難搞好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主管跟老闆 第三名的星座是摩羯座 像剛剛有說到 就是有一種老闆 他的腳步太快 自己想好的時候 已經自己會做了 所以你非常難猜測 到底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像剛剛我們中間的影片 我看到行動區之中 有老闆跟你說 好 下班囉 早點自己回家休息 可是問題 你的責任沒有達到的時候 你心裡會非常緊張 該怎麼辦 老闆到底跟我講了什麼 或是老闆這樣講的時候 你心裡在想說 我最好是可以下班了已經 對 可能千萬不要相信 這也是這種事 所以摩羯座的人 上司腳步太快 所以難以猜測 這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好 那最有人彥 上司星座第二名 第二名 天蠍座 天蠍座我想大家 應該不會非常意外 天蠍座的問題是什麼 天蠍座的上司或是主管 其實非常的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的問題是在於 就是它的想法上 有時候常常會變來變去的 就是朝令夕改 這會出現在天蠍座的 這個長官上面 有時候他明明早上 跟你宣布一件事情 甚至開了會 到中午的時候 他有一些想法也許就變了 那就變成你自己要非常的敏銳 然後反應非常快 否則的話你抓錯他的方向 那就完蛋了 可能天蠍座也是腦筋動得很快 所以早上想想 馬上又變了 我腦筋又動到哪裡去了 所以下午又改了 對 照應系改的長官 那就是天蠍座 好 那今天要看到 最惹人厭的上司星座 如果你是這種上司 或是你的上司是這個星座的話 那就糟糕了 哪個星座No.1 金牛座 金牛座上司最軟眼 金牛座的上司 因為他當然 我們知道金牛座 一向是非常牛脾氣非常的大 然後牛角尖非常會鑽 所以金牛座的上司 因為他金錢至上 所以金牛座的上司或是主管 基本上是業績論 那業績論的問題 就會在於不顧人情 好比我們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跟夥伴之間 會有一些義氣 情誼 但是金牛座 執行這個金錢賺錢為重 最重要的目的 利潤為重 不盡人情的話 這樣子看起來 真的也讓這個員工 感覺很恐怖對不對 真的 牡羊座是個書籍的星座 我很確定 因為它是4月16號 我4月17號 所以我很清楚它是牡羊座 事業旺成這樣 最好我可以跟它一樣 我們要來看看 今年的下半年 哪幾個星座 哪三個星座 事業運最旺 我們先來看第三名 是 難怪倩林講到 初期的新聞那一段 笑得特別嗨 但到底牡羊座有沒有上榜 我們不知道 我們先看第三名 獅子座 榜上第三名 獅子座 那為什麼 因為獅子座 它會遇到很多 肩負重任的狀況 那主要是在升官游望 你知道台灣現在 工作環境這麼苦 其實有的人做了好幾年 那植物都沒有動 薪水沒有動 對 那所以升職 常常就象徵了 你的錢財會往上衝 獅子座要特別把握這個運氣 因為肩負重任的時候 也是你決定你的工作能力的時候 有的人沒有把握住做不好 就不會升官了 獅子座要掌握 還有現在9月 10月 11月 12月 還有4個月獅子座好好把握 可以讓你能力 讓你2016考過一些 好 第二名 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就是剛剛講到 舒淇拍了六部電影 今年 切了六部 那當然只差一天 所以第二名是牡羊座的意思嗎 牡羊座 恭喜我們的牡羊座 牡羊座今天的幸運色是酒紅色 玄西就在這裡 就是你的腳跟 我的腳跟幹嘛 腳底 腳底幹嘛 有沒有發現酒紅色 我的紅鞋子 是牡羊座的幸運色 所以我們在每天一直上這個 大家可以看幸運色 一定要遵照它 只要出現在你從頭到腳 任何地方都是對你有幫助的顏色 像我的射手就是黑色 我戴在手機上 第二名 我們剛剛講牡羊座 什麼問題呢 問題 問題... 不是說我們事業人好嗎 有好必有壞對不對 因為它的桃花 可以說最後4個月 毫無任何的跡象 我摔筆了 摔筆了 摔筆了 我真的要摔筆了 你一定要用一灘死水 這樣來形容嗎 對 因為用一灘死水的桃花 反過來來講 也就是說牡羊座之所以會這樣 最後4個月它會百分之百 專心在工作事業上 因此它能發揮幾乎兩倍的戰鬥力 也對啦 這就是牡羊座它可以 為什麼在最後年底4個月 這麼衝 工作營這麼旺的原因 好啦 我們一定要用正面思考 就是說沒有良好 但是有良好 來 看看下半年 事業最旺的星座No.1 第一名 牡羊座這麼好 第一名 處女座 更好一些 處女座到底哪裡好 其實處女座 在最後年尾的時候 有一點工作 有點乏力 它感覺起來它的那個進取心 沒有那麼的強烈 沒有像剛剛的獅子牡羊這麼強烈 可是為什麼它第一名呢 因為處女座 它有一些天時地利 莫名其妙來的貴人幫助 真好 貴人從天上掉下來 那有時候這種幫助是 我沒有想要的時候 你問我 那當然就好 所以有時候你會得到一些這種 意外的幫助 所以這些意外的貴人 往往都是可以帶給你 錢與事業的 比如說突然提供了一個 你另外的工作機會 提供了你第二產業的 投資管道 或者是進行其他事業的管道 那當然也跟這個 剛剛我們前面講到星座一樣 它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才能抓得到 好 那我們特別講到 剛剛講倩林的牡羊座 我們也引發出 除了幸運色之外 牡羊座切記 下半年也就最後的年尾 你就不要花時間在這種感情上面了 反正是感情 那一灘死水 這四個字我記住了 因為明年初 冬天的時候 牡羊座的桃花運非常的好 是嗎 所以你不用急這最後四個月 最後四個月好好專業工作 發揮200的戰鬥力 所以舒淇身材這麼好 但是要到明年的冬天 衣服穿多一點的時候 很冷的時候 反而桃花可以來暖 她的心頭就對了 是啊 所以剩下四個月 獅子座 牡羊座 還有處女座 四個月好好的把握 事業可以拚了 謝謝安德斯